朋友们好,今天是2022年8月7号,星期天,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很快做一下周末几美股 今天我们还是做一期大盘分析的专题 今天关键的一题是,美股下周,也就是明天开始,能否继续上涨 命运全都取决于这一项关键的数据 我们看一下摘要,第一点,美国周五,也就是上月里面五,就业报告意外强劲 那么虽然缓取了美国经济衰退的疑虑,却也一并少除费的下一次开会 大幅升息的障碍,也就是从9月份内时加息 那么下周公布的通胀收据,CPI,如果居高不下 势必经济不安,市场以为费的转割的期望破灭 也就是会更阴 那么投资人原以为美国经济正出现降温的迹象 费的可能最快明年上半年就会转而降息 不料,契约劳动市场竟然新增了52.8万工作 那么是分析师原来估计的两倍有余 使就业人口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均 那么同时,10月内也降至3.5% 据说是50年来的最低水平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第二点 投资人维持限于进退两岸 那么首先一方面就是说 美国经济一大支柱保持强旺 固然使市场的一项利多 但数据好也代表九月升息三马 也就是75个基点的几率反而会更大 那么形成股债行情的利空 也就是升息实际上对这种科技股 这种成长性的股票都是非常不利的 也就是尤其那种升息非常猛的 像75个基点 美国利率期货反应九月升息三马的几率 立即从41%大增到69% 那么第三点 十年期公债值利率涨至2.838% 两年期债券值利率涨至3.25% 那么值利率曲线倒挂 达到2000年8月份以来的最深 那么这种情况往往被视为经济衰退的前兆 我实际上在两个礼拜之前 专门有期视频 讲过这个十年期国财收益力 跟这个两年期倒挂的情况 我等会要再给大家很简单的 再说明一下 在这个科研形态那个图里面 K图里面 那么下个星期三将公布美国通胀数据 那么分析师一般预料 7月份CPI的增长率 可能是在8.7%或者8.8% 略低于前一个月的9.1% 那么现在会不会再出现那个surprise 像6月份一样的 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做这个视频之前 从这个fit挖器上面写图一下的 也就是这里头实际上是表示升三码 也就是75个基点的概率 目前是百分之市场 认为是概率是百分之六十八 那么升两码 也就是50个基点大概是百分之三十二左右 大家可以从底下这个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升息是指 2020年9月21号那天升息的 市场目前的一个预估的就是说概率 一个月之前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七 就升这个三码 升75个基点 那么一个星期之前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八 那么现在已经来到了百分之六十八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跟我们刚才说那个前面的就业数据 使用率低就业人口 因为这些都是会使费的 有机会 有时候认为这个经济目前还是非常好 所以你要一直这个通胀的话 你可以加到你这个升息的这个幅度 我们看一下 这个美国的CPI真的会降吗 这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 实际上五月份 六月份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CPI都是surprise的 就是说它实际出来的是 比它真正预期的都要高 所以我们这里面提的问题就没有降怎么办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基本的走程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怀疑 就是说七月份 我们前面看到是市场预估是百分之八点七 那么很有可能说不定比这个高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五月份 六月份的占比的这个幅度 这里头大家看一下这个左边的 就代表了每一个项 比如说食品跟饮料 占整个这个CPI的大是13%到15% 那么这里头房屋 包括房舟占的比例是最大的 30%到40% 其他的这个能源 大家可以看一下实际上只占6%到5% 这个能源实际上六月份 比五月份还是上升的 但是这个二手车也只占这个整个CPI的2%到3% 但是它六月份实际上已经大幅下降了 相比这个五月份 我们刚刚说这个这个房屋 包括含这个房租 实际上占的幅度是最大的 占整个CPI的30%到40% 而我们看右边这个图 这个就是表示房屋 每个房屋 无价那个指数 包括这个房租在里面 实际上大家看一下 从2020年底就开始了 非常大的飙升 所以如果这个继续往上走 目前还没有下降的这个趋势 尤其这个预计利率上升的话 很多人不买房子了 就周房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利率还会往上走 周房的这个房价 大家看这个 我们刚刚前面看了这个 房屋的这个占整个CPI的30% 40% 所以这个要上升得很快的话 这个CPI就下不来 尽管大家看到这个石油 好像是目前这个价格已经降下来 但这个石油的比例占得非常低 只有6%到8%左右 所以这个是你的这个逻辑 为什么市场目前认为 就7月份似乎还会出现一个surprise 也就是说最后这个真正的CPI出来的时候 那么高于这个市场的预计 这个时候股市就会下跌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目前这个另外一个是地缘政治 就是培罗西访台以后 尽管它目前已经完了 这个雨波实际上 对这个股市的影响 potential的就是这个潜在的影响 还是非常大 所以市场实际上有四大变数 那么第一个就是地缘政治风险升温 鹿对台报复行动 可能要常态化 你比如这一次这个 我们称为环岛这个军事演习 实际上最近的位置大家看一下 你这个台湾岛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近 大概应该是在宁海之内了 第二个就是拉长地 适合台海危机的时间 目前实际上展示环岛的这个是结束了 但是其他的演习还在进行 就是说 这个时候就会加剧全球市场风波 那么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得到的信息就是说 实际上美国准备 这个布林肯就被国务卿说的 就是说准备拍这个里根号航母 准备穿越这个台湾海峡 这个时候中国怎么样反应就非常非常的关键 所以大家目前一定要关注这个市场这个整个的形势 第二个就是全球供应链压力恐怕再度提升 那么彭博社预期就是说近半数了 因为彭博社报道近半数的货贵权队 几百分之八十八的最大全波会通过台湾海峡 所以如果是你不走这个台湾海峡的话 你从这个东部绕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将延期三天以上 也就是增加了这个行业的成本 也增加了这个时间 所以这个供应链压力也比较大 那么第三点就是美中角力冲突加剧 那么美国实际上目前是科技战 贸易战包括军事的经济的各方面 都在围堵在升级目前 那么而且严格执行这个外国公司问题 这个实际上是跟这个中概股是有关的 目前那个阿里巴巴 实际上应该是已经是8月19号 就应该知道是不是了 目前已经是近于这个预债盘名单了 就是说那么中国方面实际上也有反制的 目前在加速抛售这个美赛 大家可以看下这是近一年来 中国持有美赛的规模 大家可以看下目前已经在980811亿美元 很明显 抛的这个幅度越来越大 同时限制中企赴美投资 例如说宁德时代 说那个电池的新年 那个电动车电池的 好像是赴美投资上是被喊停了 就是说第四点就是美元升速加快 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个很明显 如果说升息的话 那么这个美元就回流了 就是说这些主要是跟这些新型市场 受打击应该是最大的 大家可以看这些头 从日元台币寒元新币 人民币都是下错了 跟美元相比 我们等一会看 没有时间看下这个美元的一些 一些情况实际上 目前升值非常快 好了 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先看那个利率倒挂的情况 这个图实际上我以前讲过 就是说 这个代表是十年级贵在收益率 减去这个两年的 所以说如果说是倒挂的话 也就是这个负值 这个白颜色的线代表就是凌足 在这个下面就表示负值 就是倒挂的 所以我这里说 从波万战争开始看 然后是网络泡沫 然后是金融海啸 也是2008年的 然后是新冠疫情 只是跌回了一点点 大家对我现在用的是那个 周线头 就是说为了看得更清楚 把整个这个 因为它时间划得比较长 目前这个也是出现了倒挂 我称为通胀海啸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最低点 这个蓝颜色 像我画的 目前的最低点 实际上已经是 比这个金融海啸 倒挂的情况还要严重 就是说 一般从地上看 去员这种比较大的 这种倒挂的时候 一般就是说 在六个月到二十四个月之间 就会去员比较严重的 经济衰退 这个是个基本的概率 大家注意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现在这个市场预期 美国会经于这个衰退 就是依据的 就是说根据这个倒挂的 来判断的 我们再很快地看 这个大盘的情况 我们刚才说过了 我实际上 昨天做了一些视频 专门讲过这个标普500 从这个 从这个均线的角度 而且从K线形态 这个地方有个时间的关键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 看一下礼拜六 也就是昨天的那些视频 总的大家看 我昨天是从这个均线的角度 这个是连线 半连线 这个是月线 这个是季线 月线 时间线 五天线 但目前很明显 从均线的角度说 是这个 这个半连线附近 没有过 而且这个半连线 是拐头向下的 也就一般我们认为 如果这个 这个均线 是拐头向下的 就证明它这个地方 很不稳定 很容易 就很容易被 回调 被打回来 就是说 而且我也从 K的指标来看 它实际上在动画 从7月21号开始 在80以上 另外就是说 从这个 Bias 观点率来看 也是人力是高位 所以说 不管从哪个指标 还是从边界形态来看 都有回调压力 其他的指标 实际上也是类似的 你比如说这个 道琼师目前也是的 他做了一个W底以后 他目前实际上 来到了这个5月份 这个W底的 这个景线的附近 在震浪 那么同样的 我们从均线角度 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半连线 它是没有过的 这个地方的压力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它形成 在这一块震荡 类似于在5月份 在这个景线上面 震荡 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我们看下 K的街也是 它同样在很高的位置 在超过80 严重超买的这个区 在这个 我们称为动画 但它实际上 已经相比这个标普500 它已经有回调的这个迹象 就是形成这个 时差往下 所以这个道琼师 有可能回调 应该是先开始 所以大家就是说 你目前你没有仓位了 你最好再等一等 或者控制自己的仓位 另外我昨天讲那个 讲那个标普 外也看了一个价量的关系 就是说 这个成交量 在不断往下走 大家看一下 而这个股价不断往上 我们称为价值 量缩 这个也是比较 看跌的一个信号 你从看下形态来看 这个在高位 大家就相对的高位 相形成这种 类似于十字心的 都不是太好 我们再看一下 纳斯达克中和指数 这个指数就应该是比较 相当说应该是比前面 这个要强一点 同样的 大家我前面忘记给大家说 这个牛跟熊的分跌线 这个纳斯达克是 12,950点 13,000点吧 这个地方是牛跟熊的分跌线 也就是说纳斯达克中和指数 目前还在熊市的环境 但是那个标普500跟那个 盗宏市都在这个 没有经营熊市 大家举于目前来看 我们看一下 他也是做了一个W底 然后目前来看 他已经过了这个黄金风险 百分之百的位置 也就是说他过了这个五月份 这一波W底的这个 这个反弹 这个高点的位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纳斯达克的反弹 应该是非常非常强的 就是说 但是我们从均线 也可以看一下 也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前面看的 前两个标普500 跟那个 跟那个盗宏市 还没有过这个半年线 但是纳斯达克中和指数 已经过了这个半年线 但是他已经开始回调了 所以大家关注一下 这个半年线 能不能守住 大概是12,510点左右 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说了 它这个均线是拐头向下的 一般这种情况下 都不是很稳定 就是说掉下来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们再看一下KTG KTG这个位置就更高了 你看一下 它里边我说盘的时候 那是93 超过93 这个位置是严重的超买 就是说 一般来说高于80 就是严重的超买 现在已经到了93 到实际上 在7月21号 就进入了这个80 85、86的位置 基本上就在上面动画 所以我们说 KTG这高位动画 是个不是很好的现象 大家从5月份这个很慢 你就看了很清楚 但随时如果有一个逆空消息 你比如说 这个大家预期 9月份那个假期是75几点 或者是其他一些逆空消息 一些地缘政治 像中国大陆跟台湾 我刚才说的 因为目前这个美国实际上也是表现得非常强硬 我们刚才说过来要拍航母 中国那个台湾海峡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逆空的消息 很有可能就掉下来 这是纳斯达克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飞半 飞半目前实际上也在熊市的环境 这个就是纽根熊的分线线 3247点 他这么反弹 因为他跌得比较深 所以他这波反弹也是比较猛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均线 他比那个纳斯达克要弱一点 但是比从均线的角度来看 比那个标普500根道路 帅强一点 他目前还没有破这个半年线 就是说 所以我们说这个半年线还是拐头像下来 这个这种状态也不是很稳 就是说 我们再看一下K地界 同样的K地界在高位 它实际上应该是在7月15号 就已经近于82了 这个一直在动画 所以说在这种高位 我们刚刚说过了 这个K地界高位不是什么好事 动画的时间越长 它下跌的时候可能幅度越大 大家一定要小心 就是说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这个 我们刚说那个每个时间级 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刚刚已经看了倒过的现象 我们再单独的把这个 US这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 看一下从均线的角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礼拜五的时候 实际上说了一个 你可以看是个天使线 它已经完全天使了这两根 小的英镑 就是说 而且占上了这个半年线 所以似乎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10年期国债率又开始走强了 就是说 我们说10年期国债收益率走强 尤其突破3的时候 尤其突破这个3这个位置的时候 大家就要小心了 对科技股的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了 我们再看原油 那么原油这波就开始下挫了 我们先把均线去掉 这个地方我以前也讲过 这个是上升确实线 按照这个道士里的123法则 实际上它已经过了这个3的低点 已经是有效跌破了 也就是说目前这个油 这个已经从上升趋势转为下降趋势 已经逆转了 是从技术层面上讲的 但是这个油实际上是跟这个 整个的这个地缘政治 这些消息面是有很大关系的 所以大家说这个跟油相关的股票 一定要注意消息面 而且它目前也跌破了这个连异线 大家看一下 所以油的走势已经开始卷弱 我们再看一下黄金 黄金似乎还在做这个底 这个圆弧底大家看一下 但是它里面是下跌的 下跌百分之0.88 它很明显是在这个景线的附近 受到的比较大的压力 你看能不能过 如果是地缘冲突上升的话 黄金一会儿还往上走 因为它是个避险的 我们再看一下美元指数 那美元指数是上涨了 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目前因为如果市场预期 这个美元这个利息 往上大幅飙升的话 升息往上走 那边是75G一点的话 那么这个美元指数还会往上涨 所以说目前这个指数 尽管前一段时间下跌 但实际上它还是在非常高的位置 它只要是超过100这个美元指数 就是非常的强势 目前它似乎是越了 回车上面这个景线 大概是106.89左右 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 就是说 所以美元指数走强 实际上对这个股市是比较压力的 是比较大的压力 我们看一下目前这个VIX 最后看一下 它是标普500波动的指数 实际上你要从客县形态的角度来说 客县形态的这个角度来说 它已经跌破了这个连线 你要是从趋势线的角度 大家看一下 它每一次来到这个趋势线附近 都会被往上走 但这一次就不一样 上个礼拜 它已经跌破了这个趋势线 但这个跌破的幅度不是很大 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说礼拜一 明天跟后天 还不能涨了这个趋势线 那么就表明这个VIX 还要往下掉 如果说还要往下掉的话 那么就是 因为它跟市场正好是相反的 这个大阪还要往上走 但是我刚才说过了 这个很有可能回调 也就是这个地方 到明天很有可能 要回车这个趋势线 就是说往上走 那么如果说这个VIX 就是往上走的话 那么就表示这个大盘是要回调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在这 说大家明天交易训练 拜拜 拜拜